接下来是人类资产大蒸发的年代 各个都这样印钱 你印出来的钱和你创造出来的财富不相称 你的经济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出来 但是你发行的货币多了很多 很多人的资产都是会消失的 所以现在保护你的资产其实是 好多谢大家在这个视频都很踊跃报名 参加这个小金人慈善的冻督笑财经课程 我也看到我Facebook有人问为什么登记 很简单的就是SCmedia 你踢进去就可以登记到的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是我的Facebook 是Sun Channel的Facebook都有一个WhatsApp的 询问电话如果有什么问题 不懂得做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WhatsApp这个电话 接着我们有专人会打给你们 还有当你登记了之后 都会有确认的电邮会很快给到你的 麻烦你查查你的jumail 就是垃圾箱可能有时候那个电邮 是去到你的垃圾箱那里麻烦你看一看 另外也有朋友问这个网上的课程 是不是会有重温 同样地我们会有七天的重温 那么这次小金人也很努力 在准备他的课程 有了点准备的 那么他说他一定要做得很好 还有这次慈善会赖 我们也会公布是去了哪间的慈善机构的 那么另外也有很多朋友问 究竟是哪个特别的嘉宾会出席呢 这个卖国关子 我们过多一个礼拜再公布 不过提醒你 如果你等到一个礼拜之后 我会不会突然间因为人数太多字字报名 不知道的 没有确认的 不过如果有兴趣的话 小金人一个已经够照了 是不是 多谢大家 大家记住赞我的Facebook 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消息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好 回到你威言大意 今集继续是几个好朋友 是地产界的猛人 真是猛人之中的猛人 包括施老板 鲍王黎永涛 还有汪敦健先生 新界的就是流氓 不是不是不是 OK 再次欢迎三位 OK 到了节目 互相话 来到请教的环节 既然汪先生经常说 我后背晚辈晚辈 不如汪先生你有两个高手给你请教 你随便 谢谢 你选哪个高手 我在刚才在做 我在想就是 真的要付钱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 因为我请教 我先请教施先生 我是你后辈 如果我作为中营 或者甚至长期都是中小营行 你来说 我在我立场 当然不喜欢大行人海抱海之讯 但其实我看你文章 其实你也不喜欢 但是就是那个 遇到更加大的 你不喜欢 但是我自己 譬如在内地 你和联家斗的结果 我发觉规模 都很重要 在这个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 Amazon都是要斗规模 斗 他最初做书 他的书是多过其他的书店 他卖的东西是多 他价钱是便宜 他才可以胜出的 作为大公司放弃规模 是没可能的事 我不会说 你做前门 那我只是做天赛 我们也不会这样 欢迎竞争 你开20间铺 在我区 我也是开20间 这个是没可能的 问题就是 我的对手 在大陆的对手 他现在是用资本 社会的资本 用烧钱 是 虚本 都来 捆你 你看联家上市 头过三年 他要讲三年 三年都虚的 我未曾虚住来 砌你 我如果说 虚我也砌你 你说我可能过分一点 如果有缘断 我的问题 我赚了分环给股东 出一点点 继续扩展 如果我真的要做 如果联家的做法是怎样 加人工 加提成 即是加佣金 那既然给你的伙计 你在那区做得好 我就十倍的规模 打下来 那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世界 在玩的游戏 我明白 先生我不会 用这个空间投诉 我想问我问题 我想说的问题 就是 因为现在有两个变化 在人海铺之下 有两个变化 或者两个契机 一个就是香港商铺 那个相对上 租客多了一些优势 第二个契机就是 我们最近租的铺 都是给发展商烟的 尤其是包括地铁都是 即是他垄断的地方 整个商场周边没有其他东西 是只有他的 他就拿两三个出来招标 旁边那间洗衣店租2万5万 租给我25万 你不租啊 他就找你的对手 第二个契机就是 刚好不幸左先生走了 是啊 你觉得在这个综合的情况 地产的话 你不要只说贵公司 会不会有新的模式变化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你在大陆吗 左先生 虽然是英年早逝 但是他不是一个 普通做生意的人 普通做生意的 有些人是 无端端发达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发达 他是对整个行业的功能 有他的观察 有他的判断 他打算做这个行业 他是怎么样 运到行业的痛点 怎么样调整 旧息的 营运的不足 他是有理论的 他是用文字写出来 每一个工序 每一个步骤 都写得很清楚的 所以 左辉过了身 他下面的人 依然可以运作 不会说左辉过了身 贝贺就会出事 所以我就认为 我跟他比不是同一个级数 你说他过了身 是不是立即有机会反抗 就这样 这账具成功 基本上是输账了 如果是在中国说的 他们这些叫 降围来打你 降围 即 leak 不支 它下来你是没得挥的 所以我认为整个地产代理的运作模式 在内地已经是被贝贺主导了 其他人都是跟着它 当然由于他们的成功 在资本市场引力很多人都想学它 左辉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 所以他现在可以做得这么成功 而且还会成功一段时间 但始终人过去了 市场出现新的平方 就要有人再去观察再去判断 如果现在新的人面有一些人强的 譬如你看到的东西他看不到 那你就可以扭转局面 我就年纪不小了 都七张有特了 那都是要等下一代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是这个世界没有人说去到某个位置 以后没有人能够超越 一定有新的人可以推回去 中原在网上的最新概念是如何 即是如何混合 现在我们只是利用网上提供更多的资讯 让消费者去掌握 去选择 但是我们利用互联网 利用电脑 譬如做大数据分析 做流程监控 服务质素的提升方面 对员工的操作管理方面 其实在香港做得不够 我同意的 其实地产代理是一个管理相对弱的生意 即是我就无谓而遲 即是差不多放弃 不太管理 只是玩一些游戏规则 但是链佳是强管理 每一个成员他都观察得很细致 那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管理上学他 如果我们在管理上 香港觉得学不到他 香港人自由惯的 不喜欢让你看到实的 那他下来香港的时候 能否支持得住呢 我也有个疑问 所以我也有提醒我们的同事 但是在香港我们好好的不肯改 即是等于order 明白 非人卖得好好的 即使发明了数码相机 他都不拿来用 没错 这个我请教了 你请也很开心 没关系 好问题 施老板 你不是防有圈跟我合作 我帮你打起另外一片江山 好 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我防有 施老板喜欢黄有圈 有和我们新频道合作 希望有新的新的人 是在学的 为其他行家提供平台 做一手楼 不过就做内地的一手楼为主 是 说玩笑 韩哥 韩哥到你了 你有什么 知不知道有问题 问两位 我也有些事情想请教师生 其实 我知道师生在投资上的平衡 风险管理得很好的 但是我们 其实现在 在今次这个疫情 和那个社会运动上面 其实我发觉到 我们本身公司 封面管理 其实都要做得好些 我们90%的资金 都投放在地产和铺位上面 商铺上面 其实我想请教师生 例如我们这样的尺寸 有什么意见给我们 在将来 将来更好风险管理 如何平衡 例如黄金是多少 股票多少 哪些多少 要给我们一个意见 我觉得 在开始的时候 人家说 把蛋放在不同的栏 开始的时候 其实将所有的蛋放在一个栏 然后看着那个栏 就比放到周围 所以你就正于做铺位 将主要的力量放在铺位里面 在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因为你投了去其他地方 有些是非你所长 有些你去关注一下 就分了心 反而自己那份因而进步了一万 所以我觉得你主力做铺位是没有错的 但是当你已经积累了这么多财富 你就希望不只是增长 也可以保得住 因为你如果全部放在那里 一个浪泥 如果是对铺不利 你就全面受压 没错 如果你分开一下 有时候这些黄那里 你保护其他地方受损 那我自己觉得 我一向都是 几范都有的 地产 股票 债券 和黄金 四大类 那 那地产是我本行 所以我就四成增多些 是 股票呢 是会升值的 如果你选得好 公司做得好 是一直升值的 我也是增三成 嗯 嗯 债券呢 就要保守一点 是 最多收的息 和拿回本金 是 所以我就只是占两成 是 黄金呢 是 如果货币系统出事 你都有一些账剩 所以是保险性的 是 原本我是四三二一 是 但是这段日子呢 其实我对世界各个 暖印钞呢 是有担忧的 嗯 所以我黄金呢 是持有多了 是 正确 黄金呢 就 这两年都升了 是 就是 高峰期呢 我持有两成半 是 是 现在就 也有成多 两成 就是 我认为 金价 在未来 继续上升的机会 都存在的 是 那 债券呢 其实就 就是 就是 现在减了息 未来我认为 通货膨胀来 加息的机会是有的 是 一加息呢 那些长债 国债呢 就会跌的 是 就是 持有企业债 那些 前景相对安全的企业 他们的财息会高过 国债的 是 还有利息上升 受影响 微一点的 是 至于 地产呢 我其实是 之前是 减持了一点 是 为什么减持呢 那 香港 政治动荡的时候 那 不动产 多多少少 会受影响 是 那 我有一个平衡的发展 但是我对香港前景呢 基本上 都还是看好的 我都现在都还是 删成 和股票 差不多水平的 是 那 我自己觉得呢 每一个阶段 你先先要决定自己是 进攻呢 要是防守 嗯 进攻的时候呢 就是 股票 地产 多些 是 防守的时候呢 就持有些远金 嗯 嗯 没错 要有个平衡 当然一次过说不完的 有机会就 慢慢做 不过我认为 你更加重要呢 是要研究一下 你这么多财富 是 怎样 运用得好些 如果 只是 给了子女 他以后做都不用做 没错 所以我有一个家族基金 是 就是保障后代 有小康生活 是 但是呢 不会失去动力 但是他们的学责 要创业 遇到危险 都是有一定的保障 是 这个就是你要 为自己的未来 作准备 不是我认识有个朋友 他常常说 我的钱可不可以 回落阴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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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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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落阴间 有没有机会 怎么要用好些 哈哈 有机会再跟你说 回落阴间 现在洗就好了 哈哈哈哈 那想不想洗呢 你以为你想洗就洗到 呀 洗都要有办法 洗钱难过 对你来说 哈哈哈哈 哈 技术上有工资人来问 很多谢施生的指点 真的有空有空 我有追问 我想问一下施老板 你刚才说如果是保守时限 市况看不明的时候 保守点 你现在是保守点 还是进攻点 但你又在减少楼 你是保守了 为什么我还有卖楼 因为我有新钱回的 我主要的生意是地产代理 我地产代理赚了钱 我也要分一些 我每个地方都 不同的资产 我也要买一些 我知道你现在是保守了 还是进攻 现在是什么阶段 进攻仍然有保守 略为保守 我自己看 所以未来是人类资产大蒸发的年代 各个都这样印钱 你印出来的钱 跟你创造出来的财富 不相称 你的经济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 但你发行的货币多了很多 所以每一份资产 配到的钞票都是增加的 即是资产价格上升 未来是必然的 但它不是平均上升的 有时升这份 有时升那份 有时升那份 有时吓你一吓 你如果不幸运 你就走错了 所以现在保护你的资产 其实是你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得法 如果你不配置得法的话 很多人的资产都是会消失的 不是为什么那些人 每个人这段时间 每个人这么容易发达 有资产人现在都发达 很容易发达 但世界上其实没有那么多财富做出来 将来你要真的变成你要用的财富的时候 有些人是会不见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即财富会蒸发的 我同意 大部分人如果是用以前的钞票的感觉 其实它是多了很多 但是用什么方式蒸发呢 这个是在身上看的 一定是有人蒸发多些 有人蒸发少些 一定是有人烧了 你走错期 部署失误 就可能不见了一大截 不过最近市场上 流传一个 接下来一个叫超级通胀 那师先生怎么看呢 超级通胀 来不来呢 现在未那么肯定 但是通胀比之前高 已经是可以肯定了 因为实际上 美国的通胀是高了的 联储局未想那么快加息 所以他说高一点不要紧 不要紧 遲些拉匀 不超过二就行了 超过一段 有点口述的感觉 但是以债券市场的资息率 即不是联储局的息率 在债券市场自己交易的时候 息率现在其实是已经升了 所以接下来息口升的机会是大的 如果是美国的经济 或者发达国家的经济失控的话 是有机会出现大通胀的 这时候就是钞票会不值钱的时代 我觉得高通胀是正在发生的 因为好像有很多材料 例如钢材好像跪了四成 班门老虎不好意思 很多建筑材料都是升了10%以上 我觉得重点就是高通胀的另一边 就是说你那个实际经济的动力 追不追得上 如果你追不上 这个可能是一个滞涨 但是问题在滞涨之下 你又很难 因为你那个经济活动是小过 小过你那个通胀 你很难因为这样而加很多息的 因为你加了息的 你的息口就蠶食了经济活动的整个 所以我个人就懂事 即滞涨是一个新意义 即我自己一直都认为 即这两年我都认为 社会会走向滞涨 即是说高通胀情之下的经济外制 但问题我又未必会觉得 如果你经济外制情之下 那个动力是小过通胀的动力 我认为很难加息 即是要看一些数据 拭目以待 之前QE为什么没有通胀呢 一个之前QE基本上那些资金出来 是由货币政策造成的资金出来 多数在银行系统流动 这一次除了货币政策 还有财政政策 美国政府有派钱给普通民众 亦都政府加强基建 那这些都是会造成社会上 不单止对消费物价有影响 对那些工业产品 你刚才说钢铁等等 如果你做基建 建桥梁 建坡 建坡 亦都要一些商品 所以这一次就会造成价格上升比较明显 另外现在的情况 跟中国以前就有很多出口 现在中国自己的中产起来 它可能不是出口那么多的话 这些价格上升的机会是很大的 是 亚加上升又会引起市场上恐慌 会提前卖东西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 当市场出现通胀之后 联储局当然有加息去压益通胀 当加息去压益通胀的时间 又会不会影响资金价格的下跌呢 如果它加息 而社会是承受得起的 现在为什么要减息呢 因为做生意没有什么钱赚 所以不能加息 如果一加息 开始经济活动减慢 就是没有人借钱去做生意 借钱去消费 经济活动减慢 那么资产价格也会下跌 需求一下跌 但是如果GDP未去到一个位置 去加息 我觉得机会不大 都是能够成熟 如果GDP跟着上就没问题 就加息没问题 如果GDP不跟着上 它不可能做加息 为什么呢 因为加息会消耗了 或者吃了GDP 它要作取写究竟是压通胀 要找到点平衡 结果一两头不到 就出现滞胀 通胀就停滞 通胀又禁止 现在有机会出现滞胀 时间关系 我觉得你们三位 真的聊得很开心 也不想打断你 我知道其实有监费也要走 OK 很多谢三位出现 谢谢 谢谢 Fantastic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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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